财经典敌潘碧云 发展商声都不敢声 地产代理就哭就来死了 在政府出现一招又一招之后 终于令市场静了 其实是现在市场 随时会出现转角市的情况下 再压着货出不了 那你会说 那就是不想累了人入市 但这是自由市场的精髓 质外住有能力的人入市 令到要入场的人没办法入场 而且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盘算和看法 那又何必阻止人发达呢 过往楼价疯狂飙升的日子 即使政府不出手 发展商都会主动提醒要买房的人 但是今时今日 大家最好出小句声 连发展商都说多错多的日子里面 大家唯一指标就落在政府上 既然政府要做大佬 他最好什么都适合 不是将来他就会是千古罪人 本地楼价因为热钱推到贵了 政府朝朝都要跟发展商划清界线 大概全世界都只有香港 会将楼价贵 买东西贵 创不了业 入不了市 全部都推到发展商身上 就好像他们从来都是无本生利 外星降落地球的坏人 所以正好被政府利用作打压楼市的最佳借口 一方面说要增加供应 一方面由一手借住住宅物业销售条例 压住供应 其实政府的招数 已经影响香港的经济命脈 也令到一直默默奸魂的一班 没办法再不出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